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世纪至20世纪初 中国经历叛乱和战争而导致了严重社会动荡 其中一场战争是在1840年至1842年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中国在这场与英国的战争中遭受惨败 并签署了不平等的条约 这是与西方国家随后签署许多不平等条约的开始 鸦片战争结束后 人民也开始反抗清朝政府 这些情况 加上人口过剩和自然灾害等推动因素 促使许多人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到海外寻求更好的生活 关心中国动荡政局的新加坡华社先贤 不少都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以推翻清朝政府 在这个展厅里 我们看到了新周三杰 张永福 林奕顺和陈楚南三人 他们都是新加坡著名的华商 也是孙中山先生的主要支持者 那么 新周三杰是如何与孙中山先生会面的呢? 新周三杰与孙中山先生是通过这份在1905年印制的日历牌而认识的 1904年 张永福 陈楚南及林奕顺为提倡革命而创办图南日报 张永福先生亲自设计日历牌 并随报附送 当时 远在谭香山的孙中山先生看到这份宣传反清革命的日历牌后 十分欣喜 知道新加坡有一群热爱祖国的志士 就特地联系在新加坡的好友 游烈 安台与张永福等人会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